三国时期把风流成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就只有曹操了 曹操身边的女人都倒无法统计 随着曹操实力越来越大 每次出征都会带回来几个女人 其中一个张秀的神神邹氏 他把寡妇邹氏强行捉进军帐 强行XXX别人老婆 气得张秀突然反水 袭击曹军 曹操一夜的风流不仅折损了汉将点围 还搭上了长子曹昂 侄子曹安明 在攻打吕布之前 曹操就和关羽达成协议 击败吕布之后 将这个吕布布将秦一路的老婆杜夫人赐给关羽 可是曹操过程之后 看了看她的姿色 果然是绝色美女 于是不顾和关羽的誓言先下手为强 干了再说 估计后来关羽不归顺曹操 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曹操的夫人们呢 一共给曹操生了25个儿子 可是她的后代几乎都很短命 大部分儿子都继承了曹操好色血统 荒淫无度 做使自己